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就与大家讲一讲 就关于刚刚今天早上特朗普就发了一个推 美国晚上时间今天早上9点钟 亚洲时间9点钟 美国东岸时间晚上9点钟 特朗普发了一个推 说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当中 然后美国的国会 就美国的那个发言人 就那个国会上的发言人就说 特朗普将会在亚洲时间今天晚上9点 东岸时间早上9点 会有重要事情会宣布 特朗普你好 然后这是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 所以将会发生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 所以就急着马上给大家进行一个直播 大家务必注意 今天晚上亚洲时间 亚洲时间今天晚上9点 特朗普发那个推 我估计那个推会紧接着 会紧接着与那个副总统 彭斯的演讲会相关联 也就是说了 彭斯副总统在演讲里面讲到的内容 那特朗普会有一个更进性的一个 具体的一个措施的一个公布 那这个不得了的 因为彭斯里面讲的内容 基本上就是几个关键内容 第一南海 中国南海方面 就有许多的军事基地 越来越多的军事基地 就中国就曾经答应过美国 不会搞那个军事过程 结果了就搞了很多军事基地 然后另外一部分呢 也说了有关于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方面 美国将会站在香港那边支持香港 还有就是相关于中国持续 对于美国进行 那个知识产权的偷窃 道歉 那个偷窃 我会认为就根据这三步 会有一个更进的行动 会由特朗普宣布的 然后这个宣布的 说实话 不会是对于中国是什么好消息 请选进中 你哈 不会是什么好消息 基本上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坏消息 为什么呢 因为28号就中国就会举行 中国政府会举行四中全会 然后刚好了是在四中全会之前 美国总统就有针对于 中国政府的一些负面的一些言论 以及措施出来的话 那就等于是说给四中全会 进行极限的一个施压 就很多人会说到底是否就那个贸易战会在11月中会暂时停下来有一个局部的协议 那基本上有那个局部协议出来也影响不了现在那个大趋势 大趋势是什么大趋势就是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战略性以及经济性的一个敌人 那既然说美国彭斯部总统已经把中国第一层的一个战略性以及经济性的敌人的话 那全世界的人都会盯着美国 看你既然说中国是你的敌人 那有什么后续的行动 你总不能就只是打嘴炮嘴巴说说而已嘛 那假如说你只嘴巴说两句的话 那以后就没有人会臣服于 没有人会臣服于美国作为一个世界残国的一个身份 所以后续的行动是一定会有 然后我身闻为亚洲时间今天晚上就会开始 就之前我们会就我们会预测了就反送中运动了 基本上就五大诉求可以争取的到 然后呢 以现在的发展的那个方向了 我们会认为了 再进一步去推演的话 那我们认为最终的结果了 那个五大诉求是可以争取的到 但是呢 现在要怎样才可以争取的到呢 那就是一个问号 我这里尝试去推演一下 我认为就基本上就是 反正中国 他承诺了之后 会不会真的去执行 或者是兑现那个五大诉求 其实还并不是重点 因为说真的 中国因为种种原因 从2001年入市以来 到现在贸易战 他对于美国方面呢 说要遵守什么承诺 要实施 要兑现什么承诺 给美国的感觉 是基本上是 说了等于没说一样 就说了就等于是做了 没有没有一个实际行动 所以这一次呢 哪怕中国是真的是承诺 真的要兑现 我认为美国方面也不会庆幸 也不会庆幸 所以呢 承诺了之后呢 美国还是会照他一贯的步伐 去实施 他想要 达到的最终目标 会一一实施 他的那个执行的步骤 那个执行的步骤 包括什么了 我现在看来了 就情况会比较清楚 就与大家分享了 不是好消息 我预测了 首先 中国方面呢 不会真的 去兑现 就五大诉求的一个 那个承诺 当然他也没有 他也暂时没有公布 他五大诉求是 一亿会兑现 这个只是消息全出来 那 我当时这个消息是 是是是是假的 从来没有公布过的话 那美国方面 就会从今天亚洲时间 晚上的九点钟 开始实施他的步骤 他会开始 对中国南海实施 就极限的施压 第一 好 问谢谢你好啊 谢谢啊 然后另外呢 也会针对于香港 有进一步行动 什么叫进一步的行动呢 就现在我看来的就 就之前呢 那个厕所 就在那个市政报告里面呢 说了 那个房贷 就首付要放宽 原来呢 就 800万以下的房 首付需要付四成的 然后现在降低 只需要付一成 那剩余那30%呢 就由 那个贷款呢 由香港政府来 报底 是这么一回事 实施下来了 就基本上就 那个成交是多了 然后也多了一些人买房 我会认为了 这个态势 不会马上持续下去 除非我们看到 有一些 中大型 中高价的楼盘 推出市场 而又能得到市场的认可 也就是说了 中高价的楼盘 推出市场 然后呢 依然很受大众欢迎 大家一起排队 排队去抢嘛 该这么说 然后呢 那个楼市呢 才会算是比较稳 那现在展示来讲呢 市场上面还是退出一些 地价的楼盘 就800万以下的 那些楼盘 然后也是受欢迎 但是这个不能坐实 因为除非 除非啊 大庄 或者是有实力的买家 重新进场 否则的话 借盘啥不够用啊 你看到那些没钱 没实力的买家的话 没有惩戒力度 那个惩戒力度很快会消耗光 所以我会认为就 就现在还不是一个 就进入香港楼市的一个 一个稳当的一个时机 然后借着下来了 因为我们今天就 其实那个局势是天天更新 每一天都不一样 我所看到就是 基本上美国呢 是准备照着它 那条原定的套路 去执行它每一个 对对中国的一个步骤 来确保 中国方面 承诺它的东西 可以一一兑现 那是什么意思啊 那就说 你答应了我 其实 对于美国来讲 它听了 就当做没听到 我还是照样干 就举个例子 中方答应给它 例如 例如给它10块钱 给美国10块钱 美国行 行行 但是它照样 到中国银行的交往 这样进库 把它给打开 把里面的10块 拿出来 是这样的一回事 那就说 你给我 我会去拿 你不给我 我照样去拿 关键不是你 答应给不给我 关键是我 无人听到你 对我承诺什么 我还是会照样去拿 是这样的一种做法 因此 我会认为 就美国方面 就 会进一步 在反送中运动 的层次上面 给中国政府会示压 香港 这场反送中运动 就路途 还是漫长 还没有结束 还会继续下去 然后 然后会再持续多 我估计暂时来讲 会持续多一两个月 而且那个局面 不会说马上会好转 会继续释压 等到最后了 就真的 古代诉求 可以意义兑现 非常感谢大家这么支持 吴建霞 假如大家看完内容之后 感觉可以的话 请按下那个订阅键 然后呢 也欢迎大家 给我们打赏咖啡 谢谢大家的打赏 谢谢 请不吝点赏咖啡